美心理学家苏珊·弗沃德说过,从原生家庭的伤害中走出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父母对峙,通过对峙的办法重新界定自己,找到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 关于和原生家庭的和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在牧野家族中,王子文、荣祖儿和张翰就是不同的典型。 荣祖儿和母亲的关系亲如姐妹,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她,她对母亲有着很大的依赖和信任。 母亲是一个非常内敛的女性,对孩子有着很大的包容心,平时看似一个子母,只要孩子遇到事情,她就可以变成女超人。 即便成长的过程没有父亲的陪伴,荣祖儿的生活也并没有缺失,唯一的缺失就是荣祖儿希望自己下辈子可以当一个男人。 男人更有力量,可以保护自己的家庭。 每一次工作遇到压力,只要回到母亲身边,她就可以完成充电了。 王子文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她的人生底色是悲观的。 王子文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以至于长大后和父母的关系是疏离的。 母亲目前帮助王子文待八岁的儿子和她同住,她对母亲是有着感恩之心的。 在王子文的观念中,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是不会背叛她的,她也可以在家人面前肆意妄为。 但是,王子文的内心时常感觉不到幸福,她认为自己人生的大部分状态是在苦难中,时常感觉不到幸福。 王子文会有幸福感的时候,但是这样的感觉很快就会稍纵即逝。 这就是原生家庭带给她的不安全感和不幸福感。 和王子文容阻而不同,张汉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父亲就会骑着自行车带她去上下学。 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每一次都会用奶粉泡前一天的剩饭吃。 长大之后的张汉才懂得了父亲是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他。 相比对父亲的童年记忆,在张汉的眼里对母亲的琢磨是非常少的。 童年的张汉其实大多数时间是和姥姥姥爷一起度过的。 相比父母,张汉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更加的深厚, 以至于出道后的张汉很多时候选择不和父母交心。 张汉在牧野家族中首次谈起了自己的母亲。 张汉的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从小就能歌善舞。 母亲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张汉往演员的方向发展。 在国内,很多父母都是一样,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 希望子女替自己完成。 张汉的母亲亦是如此,她希望张汉将来进演艺圈当一名演员。 张汉也很争气,她做到了,母亲也感到非常地骄傲。 只是,父母的愿望有时并不是孩子本身的梦想。 张汉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进娱乐圈当一名演员。 可以这么说,当演员并不是张汉真正的选择, 他只是为了让母亲开心,而却延续了母亲的梦想而已。 张汉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男人, 他是一个会和人工智能闹情绪的人, 而闹情绪的点可能也只是他内心中的不舒服。 37岁的他,懂得了自在和舒服,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成熟。 在张汉看来,只要大家都是善良的, 时间会慢慢冲淡一切,包括友情。 善良一直都是张汉最看重的品质。 张汉的个性一定程度和父母也有分不开的关系。 好的女人是往三代的, 好的母亲也是一个家庭的风水。 王子文的男朋友吴永恩就公开谈自己的母亲。 他很感激母亲对他们姐弟三人的照顾。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国内工作, 母亲一个人在国外照顾三个子女的起居生活。 母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 从来没有抱怨过, 给了三个子女最大的温柔和慈爱。 母亲更没有在物质上亏待过他们三个姐弟, 还提供了最好的教育和满满的爱。 因为母爱的伟大才有了如今积极、 淳朴、正能量的吴永恩。 吴永恩每两天就会给母亲打一通电话, 了解母亲的日常生活, 更会告知母亲日常发生的一切事情。 这就是吴永恩认为的孝顺。 果然,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 张汉则不同, 他不喜欢和母亲谈起太多的琐事。 虽然母亲让张汉替自己完成了未完成的梦想, 但是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 他也和原生家庭和解了, 理解了父母。 父母也非常理解张汉, 只要他不愿意开口, 他们也不会去问。 父母会选择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去点破张汉。 年少时,张汉是选择报喜不报忧, 他不习惯向父母示弱, 宁愿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 37岁的张汉更加稳重了, 他会学着向父母呈现自己脆弱的一面。 当敞开心扉沟通交流的时候, 他发现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像极了朋友。 如今的张汉和父母变成了真正的朋友, 他们之间很契合, 有着非常良善的沟通。 原生家庭就像一把双刃剑, 给我们带来了伤害的同时, 也带来了成长。 时间的流逝是平等赋予每个人的疗愈, 或许也是自我救赎。 近日, 由湖南卫视陈欣宇工作室 轻力打造的自然生活实验真人秀 木野家族即将迎来首播。 三组艺人, 王子文和吴永恩, 荣祖儿, 张汉, 前往云南丽江, 开启为期22天的独立生活实验。 这场在山间田边, 放牧蜜野, 探索与自我, 与他人, 与大自然的生活实验, 到底有哪些亮点。 第一期节目内容主题将从认识自己切入。 节目三组嘉宾远离城市陈屑, 回归淳朴大自然, 开始未知的小屋生活。 在嘉宾踏入小屋, 还没从高兴的距离缓过来时, 收行李那些事开始了。 嘉宾们在埋下自己幸运数字的时候, 大概都没想到, 这也会成为取决于自己能从行李中留下几件物品的关键因素吧。 如果你只能从行李中留下三件物品, 你会选择什么? 这期节目, 他也许可以给你答案。 在节目发布实验任务时, 嘉宾们反应各异, 或淡定, 或抓狂。 但是在完成任务后, 如说完行李, 他们也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实验设定。 其实, 没有那些原本认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 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一切都可以。 或许有人会说, 断舍离的任务很老套, 但嘉宾却也能在痛苦的断舍离过程中, 重新认识自己, 定义生活。 随后的种种生活实验中, 三位嘉宾更是第一次在节目中和观众坦诚相见, 况且还不知是收行李, 还有王子文感叹生命脆弱, 甚至还自报过写遗书。 容祖儿和妈妈视频, 一句话便崩溃落泪, 仅仅是准备一道儿时饭菜, 便让张翰想起从前往事, 哽咽啜啜起。 牧业家族让嘉宾们放下包袱, 以坦诚和真心归零, 在大自然里重新触发。 在以往真人秀节目呈现的形态里, 大多都是真人导演出镜发布任务, 而在牧业家族里, 陪伴嘉宾度过漫长22天独立生活的, 除了小屋内外的宠物, 就是出现频率最高的AI智能管家。 他们虽然全程不曾出镜, 只以声音的形式陪伴嘉宾生活, 但他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 行为分析, 性格分析, 来和自己的嘉宾互动, 对话, 甚至还可以给到嘉宾建议和参考。 以AI智能和嘉宾的叙述逻辑, 层层递进实验任务, 推进节目流程。 在国内真人秀综艺市场上, 可以说是一大创举。 在牧业家族里, 三组嘉宾将在完成实验任务的过程中, 重新发现及认识自己。 而屏幕前的你, 也可以在静下心来观看节目的同时, 带着节目每期抛出的社会命题, 一起思考, 一起沉淀, 一起再出发。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